昨晚23点53分 在英国博明汉举行的国际田连室内赛 男子60米兰决赛中 刘翔最终以7秒41获得冠军 也由此刷新了由他保持的亚洲记录 古巴选手罗伯斯获得亚军 在预赛里 刘翔以7秒49的成绩小组第一晋级决赛 他的决赛到此被安排在第五道 和预赛是一样 刘翔看上去神情非常放松 古巴选手罗伯斯则被分在第三道 比赛开始后 刘翔起跑非常出色 前七步节奏控制完美 第一篮就已经抢到了领先位置 接着刘翔开始进入抬头加速过程 两边选手的距离被他不断拉开 隔着一个道次的罗伯斯也在拼命加速 但为时依晚 刘翔率先冲过终点 7秒41 刘翔打破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亚洲记录 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 古巴选手罗伯斯以7秒50获得亚军 美国选手德福尔克以7秒54获得第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——YK